華裔音樂家彈頓的低音提琴協奏曲《狼》 3月6號將在台灣進行亞洲首演 這位國際級音樂家希望能夠透過音樂 尋找人與自然之間的對話關係 很滿像的一輩子就是一個情人 然後分享然後互相關愛 低音提琴像是草原狼群的低音聲 華裔音樂家譚頓 相隔五年再度來台指揮 帶來全新創作《狼》 狼沒了所以草原也就沒了 那麼大概就是這樣的狼 狼是什麼其實狼是一種自然的一種像 那自然是什麼呢 其實自然在我們的心體裡面 它是一種神 一種孤魄地獄的一種神的力量 靈感來自小說《狼圖騰》裡 母狼與小狼的互動 試圖為蒙古正在消失的文化留下紀錄 譚頓也創作出東方音樂中 第一首以低音提琴為主角的寫奏曲 越加強越團有那麼多的樂器 他們是壓在最底下的嘛 但是實際上他們是樂團的砥柱 所以這次呢 我們整個一支upside down 就把他們的bass全部放上去了 小弟兄們都墊了底下去了 以沃浮長龍英雄夜宴電影配樂的武俠三部曲 享譽國際的作曲加坦頓 1999年就以歌劇馬可波羅獲得格萊美作曲獎 近期作品大量取用傳統文化及生態保護概念的坦頓 非常感慨現在傳統消失的速度 現在的科技已經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 但是因為這個速度太快了 我們的原生態的傳統藝術音樂 其實消亡的速度已經快多了 幾百年幾千年的傳統都在 它可以一瞬間就跑沒了 這是很嚇人的 那麼我一直覺得音樂家應該一直去尋找一種 人類跟神溝通的源 人類跟大自然溝通的源 也許音樂可以做到這些 而坦頓這次指名跟朱宗慶打擊樂團合作 趕懷日本海嘯及中國地震所創作的大自然的眼淚 獨奏樂手將化身為打擊樂巫師 表達對自然力量的敬畏與形思